立正 請你 請請 所以回到我們題目 談來談去美國 一些基本精神 那 你在外面跟人家談這個 這個 聯合論述或是這個台灣民政府 這個論述 也有一些 反對的聲音 甚至於那些 留美的或是 在美國學法律的他們也 會有一些意見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也應該介紹說 你怎麼樣去跟他們 溝通 兩三個 主要他們的看法就是說 甚至 有一些這些人是 很愛台灣的就是 不了解我們 這個論述 比如說 他 說你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這是一種 說法 一個說法是說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州 還有 還有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所以 這三個論點 基於他的 愛台灣的心理或是基於他 在美國留學所學到的一些東西 他 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妥當 這樣 所以 我們先一個一個去分析 看怎麼配合 美國的基本精神 來 做一個分析 第一 你說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我們從來沒有主張 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整個 今天台灣地位的情形 是因為這個歷史的發展 OK 那很多人 的誤解 還有這個 中國國民黨也好 中國共產黨也好 他所推廣的歷史版本是 台灣是 中國內政 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這個說法是百分之百錯誤的 台灣不是 中國內政所留下來的問題 台灣是 美日太平洋戰爭 死到 死後所留下來的問題 跟中國的內政 沒有這麼大的關係 OK 因為 蔣介石過來這裡的時候 這裡還是佔領地 所以我們百分之百確定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自己的土地 到佔領地 沒有光復節 國際法不允許一種 10月25號已經有領土主權 過戶給中國 已經沒有這個說法 你可以參考英國的外交手冊 美國的外交手冊 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有軍事佔領的開始而已 沒有別的 所以這個已經 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台灣的地位 就是 因為這個歷史的因素 所以變成這樣子 一個佔領地 那 伊拉克 給美國佔領 伊拉克有沒有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沒有啊 阿富汗給美國佔領 阿富汗是不是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沒有 所以 也不可能說 我們把阿富汗送給美國 也沒有這種說法 也沒有把伊拉克送給美國 沒有 所以這樣的說法說 我們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那也不對 我們還是獨立關稅區 那我們就是要發揮 我們獨立關稅區的這個精神 所以你問很多人說 什麼叫獨立關稅區 獨立關稅區的來源 是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 連那個劉美的也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其實獨立關稅區 美國 在美國墨西哥戰爭 在160年前 那個時候 美國佔領墨西哥的地方 那個港口 的那個 整個行政 都是美國在做的 但是 在佔領期間 沒有什麼祖傳的遺傳 所以那個 自然的行程 獨立關稅區 因為美國在港口在收稅 美國軍事政府在港口收稅 但是你說 他是當地的那個主權政府 他不是 獨立關稅區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那個觀念 160年前 所以換一句話 說獨立關稅區 其實跟佔領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是 曾經或是現在他是佔領地 所以台灣獨立關稅區 因為佔領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要抓著那個獨立關稅區的那個東西 我們做我們的 所以 我們是不是主張台灣變成美國的51州 這個也不是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 因為 其實作為一州 對台灣 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有在台灣有那個無錫州俱樂部 我們甚至跟他們溝通好幾次 但是他聽不進去 因為 他只是要一個口號可以到處 到處喊一喊然後 有親人家賺款 他就是要這樣而已 如何去實現 他也不知道 因為 不可能實現 怎麼可能一個地位不明確的 哪一天就 就跳過去變成 美國的一州 你想 如果有這樣的程序 非洲會不會有一些國家 他的人民認為說 欸 我作為美國一州 至少我政治比較穩定 啊乾脆 我們作為美國的一州 不可能光是 台灣的人在喊 一定有很多人在喊 如果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真的有一個方法可以 當地人公投可以變成美國的一州 難道 全世界不是會有很多地區也 也希望試試看嗎 他沒有聽過 只有聽到台灣的這些白痴在喊 我們公投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我每次問他們說 憲法哪一條有這樣的程序 沒有 根本沒有 你知道 美國的那個 林肯宣布 解放黑怒以後 他們曾經 也有評估過 全部裝船給他送回去 他們有評估過 覺得太貴 太貴 但是 有小部分的回去 有一部分的回去 回到哪裡 Liberia Liberia 他回到那個去 因為Liberia的 那個字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自由 自由 所以他們都回到那邊去 所以那個地方的政治就跟台灣有一點像 外來人 本地人 有沒有那個美國回來的 那個本地 所以最近好像 他們有一個女總統得了什麼 Norbergian 因為他一直都是內戰 台灣 因為那邊有武器 台灣 台灣人沒有武器 如果台灣人都有武器 大概台灣一直內戰 對不對 所以同一個情形就非常的對立 非常的對立 也政治不穩定 所以 這樣的情形 我們就知道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要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不是做美國的一部分 我也不是要做他的一周 如果今天 阿拉斯加裡面的某一個部落說 我要退出美國聯邦 我們自己做一個獨立的國家 可以嗎 不行 不可以 就是南北戰爭 那個南北戰爭怎麼開始 南北戰爭就是 他們的爭論點就是 北方人認為說 努力這個制度不好 應該廢除 不過北方人都是 什麼工廠 比較多 他們人都去工廠上班 南部的農場 他需要很多人力 所以他就認為 黑努力這個制度很好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廉價人力 所以南部 北部 對社會的 基本組織有 很大的 差別的認識 所以後來那個 南卡羅來納州 他就說 退出聯邦 不要了 退出聯邦 林肯說 不可以 退出 然後他引述那個 美國憲法好幾條 就說 這幾條 已經說明很清楚 進來就是永久的 不能退出 所以你宣布退出 就是雙戰 這個就是內戰 所以他就要派軍 然後後來一連串 其他的州 也算不 退出 所以一連串 就變成那個 南北戰爭 然後 有很多很精彩的片段 你可以看 飄那部電影 都有詳細的記載 所以 這一段歷史提醒我們 一旦變成一州 你就不能再動 所以夏威夷說 現在 我看台灣不錯 獨立關稅區 都不用繳聯邦所的稅 我們也要 不行 你已經變成一州 你不能再動 美國體系裡面 最後 的地位 最終地位 成為一州 那 波羅里克 他要公投獨立 為什麼他可以公投獨立 但是夏威夷不能公投獨立 因為波羅里克 不是一個州 他是一個領土 領土 海外領土的地位 是還沒有最終地位 所以 可見 這樣的海外領土的地位 最適合台灣 因為你還是要保留一個機會 跟你後代子孫 萬一有一天 中國已經解體了 已經沒有人在威脅台灣的了 對不對 反正他管他的內政已經來不及了 好那 美國已經統一了 聯合國也沒有一天的 那未來有一天 國際情勢已經大大的不同 那我們台灣就走獨立的路 那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留我們後代子孫 一個獨立公投的確實機會 台灣有一天 走向獨立這樣會怎麼模式 比較像波羅那個模式 他波羅 聯合國有沒有席位 有 他有沒有軍隊 沒有 他有沒有外交 沒有 把我給美國去 這樣最適合 升很多錢 美國要基地 好可以 你要什麼基地 你付房租 對不對 都要付房租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這裡 沒有付房租 所有的基地台灣給他的 不是你的領土 美國的夏威夷 都要付租金 租那個珍珠港那些地方 都要付給夏威夷州政府 他們百分之七十八十的 就預算都是來自美國國防部 對不對 那我們要同樣的美國當然 我一個走營租給你 沒必我連價幾百億美金 一年給你 我比較便宜 我再來松山機場租給你 我只要一個一千億就好了 我這個錢我可以 用這個大廳把它堆起來 看有什麼支出啊 要補助哪一個村莊啊 我就你來領錢啊 你一樓領錢 我要申請兩億好 OK 你的卡車在哪裡就給你 不知道 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個會計制度吧 但是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條件 可以收租金 可以有很多錢 然後不要搞國防 不要搞外交 可以省多少錢 那個省很多啊 所以你看 柏柳那些人 當然人口 很少 所以他們也 無憂無慮 就可以過著他的生活 他還是有聯樂國那個席位 所以他還是國際上有尊嚴 大概最終坑走的模式 那在美國管轄期間 我們有什麼聯樂國的意見 我們就交給美國的聯樂國代表 叫他幫我們發表 我們就必須做這樣 但是我們參加 我們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可以用台灣這個名字 我們參加奧運 可以用台灣這個名字 在這個裡面 我們可以98%可以做我們的正名運動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 台獨在提倡的 他說維持現狀 那維持現狀是維持什麼 中華台北嗎 這個名字不要嘛 為什麼中華台北 就是流亡的人過來這裡 為什麼要套用他的名字 應該是台灣就對了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可以 所有的中國的東西要取掉啊 所以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我覺得 我覺得很頭大的 而且其實他們走上台獨 每一個國家 如果要真正做一個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要有難民政策 你要有政治庇護政策 那台灣這個地方 如果中國那邊開始垮台 那很多人會順求台灣的政治庇護嗎 啊我們就簡單的說 一年十萬人好了 跟中國人口比起來沒多少嘛 十三億是吧 啊一年十萬沒有多少嘛 那他們在順求政治庇護 那你台灣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不能不處理 那你怎麼處理 請黃造堂先生 請你發表你的意見 既然你研究四十多年 你的結論是什麼 呃 沒有能回答 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 這些人講話都是公的 就是一直在發表什麼高論 實際上問到細節 沒有沒有答案耶 我隨便一個年輕人 對他來說我是年輕人 隨便一個年輕人 我問他三句話就可以把他問倒了 啊他唱那個歌 四十年五十年 這我看起來都是空的空談耶 不可能做的 那政治庇護 那難民 你難民政策也是一樣 那西藏那些人就無條件 就說那我 我幾千個幾萬個難民要到你那邊去 可以嗎 你放哪裡 台灣已經很擁擠啊 所以 我們的論述 我不是主權國家 我是獨立關稅區 我是美國管家下了一個佔領地 政治庇護 你去找歐巴馬 那個難民問題 你去找歐巴馬 你去找西藏那跟我無關 我不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在華盛頓DC耶 你去找他們 你的難民問題 他有完整的制度 他有配額他有什麼 你慢慢排隊吧 跟我台灣無關 這樣才有辦法生存下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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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你知道現在隨便幾句話 可以給你搞慘了 你說要搞什麼獨立 中國就說 我72小時 以內要開始轟炸台灣 他只要講 台灣的股市崩盤 那請問黃照堂先生 你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沒有回答 但是我們的論述 不可能發生的 你中國說 72小時我開始轟炸台灣 美國就回答說 24小時原子彈在北京 三峽水壩 你開始轟炸台灣 三峽水壩 拜拜 你幾十萬個人得衝走 你要來嗎 來來看 台灣的故事很穩 粉絲會炸 所以我們的論述 才有辦法救台灣 也不是什麼空談 我看那些 民進黨也好 極端台獨也好 進入聯合國 全部都是空談 因為不可能做到耶 聯合國不給你開 你的申請書 你沒辦法進去 所以 這個回到美國的基本精神 你要搞清楚 什麼是我的權利 什麼是我的權利 有個笑話說 現在小孩子到小學 老師不斷教他們 一半知識以外 還給他們 現今社會的一些法律知識 因為你現在不要被欺騙 你現在 不要 你的權利不要授尋 所以有小學三年級 小孩子 在家裡 然後 他行為有一點太喬鬧 媽媽就說 你這樣繼續喬鬧下去 我根本就帶你到公園 就把你丟掉 我根本不要你 小孩子就 反過來對他說 你敢這樣嗎 我告你一切 所以 小孩子知道他的權利在哪裡 不然他知道他的究竟在哪裡 有權利 有究竟 沒有究竟 有什麼權利 所以你說台灣 我有權利 進入聯合國 好 你認為你有權利進入聯合國 等到你申請 他不熟理 你的救濟管道在哪裡 你沒有救濟 那我敢說你沒有權利 是你自己誤解 聯合國憲章的意志 你沒有這個權利 你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如果你有那個權利 你必須有救濟 你不進去 你可以告嗎 他沒有這個程序 你可以去國際法庭告嗎 不行 你美國法院告嗎 不行 你告秘書長 不行 沒有任何方 他要不要說你隨便他主觀去認定 所以你說這個是權利嗎 這不是權利 隨便他要 yes no 你沒有任何權利 所以 你聯合國出經會 你認為台灣可以進入聯合國 你錯了 而且你不知道什麼叫權利 那不是權利 如果他是權利 你根本不需要申請 你只要報備 我把東西擠過去 我報備 那是我權利 那是我本身天賦的權利 我報備給你 我已經準備好 我要做為主權國家 我要做為聯合國會員 他通知你你的席位幾號 這個才叫做權利 因為不可剝奪的 才叫做權利 所以小孩子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這個是沒有經過法律程序不能剝奪的 所以那個是一個權利 OK 所以這個 也是回到美國 基本精神說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法律上的權利 義務在哪裡 就像我前面講的那個政治庇護 那門問題 你既然 要做為國家的 那馬上你就產生很多義務 國際上的義務 你有辦法去履行那個義務嗎 沒有辦法 那你沒有資格做國家 所以他們都不去想這個法律問題 美國人 腦子一打開 早上一打開 像以前 我在很認真的研究那個台灣地位的時候 我太太有時候跟我說 你怎麼坐在餐桌上還把你 你這個腿翹起來什麼 衣服沒有穿整齊 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回答他 我就順口回答說 那美國憲法是哪一條說 我不能這樣做啊 我就一個晚上都在看美國憲法 美國判決 第二天 他一大早就拋出這句話 我第一個回答說 那美國憲法是哪一條 我不能這樣做 我不能這樣傳 他就看我好奇怪 這麼人的台灣人清理法 你這個早上一開口就是法 很硬邦邦的 所以這個思考就有差別 這個思考有很大的差別 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先 我們會先考慮到 我法律上的立場有沒有站得住腳 長期向我要走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有這個聯合論述 我們基本道理在 我們站在法理上 雖然要花很多時間建立這個東西 要叫支持者所有的這個 但是到某個時候 我們開始倍數成長的時候 我們這個論述拿到聯合國 說台灣地位就這樣子 我們已經確定了 美國海外佔領地 中國 舉手說我反對 好你反對 美國帝國主義 不可以 好 送到聯合國的法務室 好 美國的主張 提出來 中國的主張提出來 好 美國按照 舊軍三合併 導約 這個位階很高 國際法上 已經寫得很清楚 我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軍事政府 不不不不不 One page 台灣是美國海外的佔領地 喔 好 你的主張 中國的主張 依住凱羅算盟 依住波士丹 日本投賞出 台灣已經還給中國 奇怪 你沒有因素什麼條約 你因素什麼新聞公報 這是很小的東西 這樣這樣 他就再通知中国的代表船 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你这个理由很薄弱 有还有 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美国说 阿拉斯加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的 但是今天是美国的 也没错 还有没有什么 有中国的海船在700年前 曾经有航海到台湾那边 然后在那边在海滩上有碗石头 所以台湾属于我们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先发现那个沙滩上有石头 所以那当然是我们的 这个好 这样来来回回一个礼拜后来 而中国的主张拨回美国胜诉 整个中国暴动 那是你的内战问题 那对不起 我们只能说 你欺骗你的人民 60年 现在你必须面对事实 台湾不是你的 好 结案 那整个中国爆炸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推广一个不正确的论述 那我们不是到 我们 十月底不是到 美国的那个 我们到日本的基地 我们有碰到那个 第七舰队的 这个队长 那每天他在台湾海峡 面对什么 面对中国的威胁 他会不会 每天愁美哭脸 没有 他很轻松 你可以看网路 就是那位先生 他每天很轻松 所以我告诉你 他一点都不紧张 对不对 如果是别人 每天面对中国的那个威胁 会不会很紧张 他不显得任何紧张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会处理 对不对 所以他们 中国有个新的航空母舰 问题是那个东西 有一点不紧 那个飞机会飞吗 好像也没有那个技术 反正我们一个水雷 啪到海底 那下一个中国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对不对 那个不是什么威胁 对不对 所以 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面 那我们会觉得基本的面 是法理 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 它就是一个客观的认定 所以不管你国际法的这个解释 你喜不喜欢 但是我们相信 联合国 对于这个法理 他会承认 只要我们摆出来给他 到关键时刻 摆出来给他 他会必须 他必须承认 啊中国有什么东西 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有很好的法理主张 啊他为什么不请 美国的律师来告吗 林志生都请美国的律师来告 啊为什么中国不请律师来告 是不是没钱 中国钱很多耶 这个整个大楼 装满的钞票 他他都还不够 不够放耶 那为什么他不请律师耶 就就你给我设计一套嘛 你把你把台湾 我拿到手就对了嘛 上海公报到现在多少人们 1972 8292 起码快三十年嘛 三十年 快四十年了 啊为什么 那个时候就讲说 好像两岸中国人 然后美国得知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 而我们不提出意义 这些所有的话好像是感觉属于他们的 其实详细分析起来 美国就是说 你们两个说是是是是中国的 你们海海海海海两岸的人说是中国的 我没有提出意义 这个话 意思是什么 这个都很模糊啊 其实都很模糊 但是这个话 可以很容易误解说 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他的 其实不是哦 美国要否认这个很容易嘛 美国承认的理由是什么 你做到了没有 四十年后 你还在谈 台湾什么时候拿到 所以 这样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那你可以想象嘛 中国驻美大使还有其他的部署 去找美国首等号的律师 而律师就说 我们这里顾问费 一开头就要十万美金 他说十万就十万 who cares 血管啊 我们钱多的是 而且我们 中国的人民币的印刷墙也在我们手中 所以你要多少钱 这个无所谓 你给我弄出一套台湾拿到手就对了 哇 所有的高级律师就围着那边 二十位三十位 中国代表 驻美代表讲流利的英语 说他的诉求是什么 每一个人 嗯嗯嗯嗯 好发表意见 嗯 嗯嗯 不过 这个代表讲一句 不过因为那个国际条约我们没签 所以我们不承认 嗯 我又来得长 臭子没头 你不承认 国际条约你不承认 那他们在想 你这个讲给法官听 法官可能就回答说 那你的诉求我也不承认 对不对 你这个要讲给哪一个法官听 他会同情你 他会恼羞成怒 你不承认 什么叫不承认 那你不承认我的法律 我帮你赶出去啊 对不对 这个也不能讲 新闻公报 美国的外交文件都说 军事占领开始没有主权的遗传 嗯 这个要设计一套 台湾给你拿到手 这个 你到底要用哪一个国际法的原则 国际法原则 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这个很困难 维京春岛自古以来属于丹麦的 波多里克自古以来属于西班牙的 美国新墨西哥州 自古以来属于墨西哥的 哎呦 怎么样呢 今天都是美国的 国际法上有领土割让这种事 哦 我们中国不承认领土割让 凡是在我们管辖内 变成深深不可分割的领土 深深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你中国不是古兽又打到欧洲呢 那土耳其也是你的吧 这个暂时不谈 那你的理论都很矛盾 欧洲一半 东欧可能以前是属于你的 那你为什么先把那个要回来 我们再谈台湾啊 这个我不要 那些人白种人都是杂种 我不要 台湾人我才比较喜欢那种样子 这个就很困难 你的主张也非常矛盾 漏洞百出 好 好了 好了 我们会想想看 我们再给你一个详细的报告 好 回去以后 美国律师团 30位律师给他写出了报告说 建议中国继续在国际上大吼大叫 用你的政治手腕 来说服国际社会 台湾属于你的 因为你要用法律的 从法律的观点去看 台湾不是你的 谢谢你付给我们100万美金的顾问费 拜拜 所以不是就这样的结局吗 不是就这样的结局吗 他们从法律上 没办法搞个案子出来 因为他没有立场 美国谈法理情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那个林志生就说 我们 在美国的管辖以后 我们就开始鼓励 像何先生这种养女婿的 大量的 来去我们台湾小贼 我们把这个人口把它改良了 人口改良以后 这个中国人来参观 他们那边的人很奇怪 什么黄法碧眼 那个不像我们中国人 我看台湾不要啦 那个人种已经变质了 其实我们已经变得更聪明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因为 其实我们这个历史上 在中国一个桥带一个桥带下去 这个桥带上来 旧桥带的人 就要跑走 连那个国民党1949年 垮台的时候 大家都要跑走 那跑走的路上 有时候连旧桥带姓刘 如果你姓刘可能是杀头罪 所以你马上改说 我姓陈 我姓庄 我姓金 我姓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一代一代下去 你现在说你姓林 其实 一百年前你姓陈 所以你现在跟陈结婚的 近亲交配 近亲交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姓 我太太是台中县 我们在台北认识的 我们费正式做一个查阅 他就开始讲他的祖先 我开始讲我的祖先 我确定至少 三十代以内 我们没有近亲 有没有 你相信吗 他都是中国福建来的 我都是 我们祖先都是德国来的 所以发觉 我们绝对没有近亲 所以 结果我们出来的孩子 也是 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 我怎么测试他是不是比较聪明 我讲真的历史给你听 小时候 他跟同学在我那边 我们那个社区有教育厅 有时候同学过来玩 我就跟他们玩一玩 差不多小学 三年级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你知道吗 还好 我们这个裤子 还好我们穿的这个裤子 有 两个管 两个腿管 还好 因为如果没有 我们没办法穿 我就跟他们这样抛出来 这个 哲学 这个对小学三年级有点深 我们裤子 两边 还好我可以穿 刚好配合我两条腿 每一个小朋友说对啊 和爸爸讲对啊 这样裤子这样设计我们才能穿啊 也对啊 我儿子说不对 不对 不对 他说这样不对啊 如果我们有三条腿 裤子就是有三个裤管啊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不是聪明 他马上分析出来 关键在哪里 是我们先嘛 是我们人体先嘛 而后来那个衣服是厚嘛 所以衣服就是配合我们人体 不是人体配合衣服嘛 对不对 我把倒过来的 其他的同学 没有意见 也不会提出来 什么样不同的想法 所以你看 到了国中 我儿子 他们有一次要去 那个 船 他那个年级要去旅行嘛 他那个年级 他已经换到那个基督教的学校 在台北南港 他那个好像是 是什么八年级就国二还是什么 校长就说 这一次去去 不能带 小的电动玩具 那个时候很流行 那个手上电动玩具 不能带 他们都 他跟同学说 我们都要带 因为都有很多空档时间 在旅行在车上什么 他去问老师 可不可以怎么处理 老师说 校长宣布 不准带 不准带 没有其他的可以讲 后来他们回去想想想想 后来他们回去 他们 在讨论 他决定说 我们都要带 所以他们 组织一个小团体 自救团 自救电动玩具 自救团 然后派一个人去跟校长谈判 谈判 他主要的诉求说 如果我们违反你这个规定 结果如何 你看 发挥的什么精神 美国革命精神 他就是 他的基因就那样 美国革命精神 他就进去 校长就 你不要配合我的规定 校长也很理智 因为校长也是美国人 他们那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 你不要配合我这个规定 好 那如果你不配合规定 那有这种情形发生 我们不负责 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不负责 然后你必须这样这个A B C D E 他们就有一个协调 A B C D E 大家同意 爸爸妈妈也被赎 他们有一个小的备忘录 爸爸妈妈也同意 他用美国的方式来 来那个 来把他解决 这个也是 他跟同年级 就是他从小 是像台湾一般的小学 就是后来 我们小孩怎么会转到别的学校 因为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 是 他的故事很奇怪 我到哪里人家问他说 你太太的妈妈 是怎么样 我每次要问他说 我太太哪一个妈妈 因为我太太有五个妈妈 我太太有五个妈妈 我太太有五个妈妈 我太太有生母 有后母一 后母二 有养母 有甘母 每一个都很亲 那他呢 因为台湾人 妈妈呼呼惯了 所以他谈话的时候 也就是 只有用一个话 来代替 我的妈妈 他从来不分 他说我妈妈以前住在关子林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在那里每天去买菜 我妈妈是在台中出生 他一直住台中 他没有离开过台中的那个乡下 我妈妈 六十八岁 等一下就说 我妈妈今年七十四岁 我妈妈 你知道我妈妈埋在哪里吗 我妈妈埋在那个台中 那个乡下 就全部五个都混在一起台 他没有分 他没有分 那人家问他说 那你妈妈做什么 我妈妈是私人 那别人说 你刚刚跟你先生 讲的不是说你 你妈妈是农夫吗 哦对 我妈妈是农夫 对不对 那你 你妈妈今年几岁 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八十 那 妈妈将来有什么计划 我妈妈已经埋葬了 就 他全部混在一起 他台湾人就是 就是妈妈糊 人家问我说 你听得懂吗 我说我听得懂啊 因为他有五个人要分嘛 他有五个人要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但是他的基因就是那个生母 对不对 他的基因是那个生母 所以这一部分 那 我们两个就说 我们 他从小就说 跟那个 养母 住在一起 对不对 就说 他们家里 就 七八个小孩 可能九个 我忘记 太多了 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很多小孩 他就说 因为那个 他 他爸爸的姐姐 没有生小孩 所以有一次 他跟 他爸爸的姐姐 跟他的先生回来 就说 我们没有小孩 你那么多 对不对 他的爸爸就说 好吧 排队 排队 好 排队 你要哪一个你说 他就说 好 那个好了 就选我太太 那个时候他不是我太太 但是你 知道我意思吗 他就选他的 所以就给他 带回去 所以就变成 他有那个 养母 养父 后来隔了几年也正式 去护正师傅所办好手续 他那个 他的那个养父是一个 研究 研究 農业 那个 就是你那个农作物的那个改良 是一个博士 他是一个农业改良的一个博士 所以他有司机 他有农场 他有很多服务人员 他是比较属于贵族 他是比较属于贵族 所以我太太从小就上了一个贵族学校 他说很不好受 每次在贵族学校 老是在念 哦 今年新的学生 林玛丽 爸爸 就写一个字 一嘛 一就医生嘛 这个 另外那个 爸爸是什么 哦 正 大概政府官员 我太太 陈彦云 农 农 怎么会有农啊 他说我爸爸是农夫 农夫 还渡我们学校 有没有搞错 就从小都被欺负嘛 他就觉得受到欺负嘛 所以我们就决定 小孩子从小 就不要读什么贵族学校 就是我们家附近 读那个普通的这个 中国 中国 中国化的这个学校 我们一个国小嘛 就台湾一般的国小 就送他去 就送他去读 他就跟其他的时候朋友 他就这样开始学 对不对 他回家的时候 他每次都是有一点那个 那个中文课 什么东西 后来 我碰到另一个美国人 他就说 哦 你在这里 我说对 那你小孩子呢 像那个普通的学校 他说嗯 这样可以 他说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说什么心理准备 他说你 你 美国人跟台湾人结婚 你小孩子还是有很多美国基因 哪一天 他美国基因一开始 发作 那你就 你就知道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定要转 英文学校嘛 因为他 他基因发作的时候 都会 他读不下去 哎呀 我说不可能这种事 反正他已经很适应 这个 中国的学校怎么可能 什么基因发作什么那些 怎么可能 这后来差不多到五年级 他有一次 跟我太太在讲 他说 老师叫我们把新字 每一个写二十遍 我就跟老师说 我不要 我写两遍 再来我到学校 你考我 如果不会写 我再写一百遍 我自己在讲 我自己在讲 喔 美国基因已经发作了 已经开始跟老师在谈逻辑 有没有 如果怎么样 就怎么样 如果不怎么样 就怎么样 已经条件已经逻辑 而不是中国那个固定模式 二十 二十遍都二十遍 那个写完二十遍 你问他说 会不会写他 不会写 有没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他所有的功课 解释了解 写了二十遍没有 有啊 会不会写 忘了 所以我小孩子就觉得说 我写两遍 我会写 我确定我会写 再来我去学校 就好了 我其他空了 你不要罚我 你随便问我哪一个哪一个 我写出来给你 这样就算我通过 如果不是我再写一百遍 老师说 哪有这样的做法 不可能 所以我跟我太太说 美国基因已经发作了 赶快要转美国学校了 所以我们已经 已经有带他几次去参观 那个基督教学校 那边全英文课程 在台北南港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给他转过去 给他转过去 就九月开始 可能八月底 八月底 他们比较早开始 就进入那个学校 就开始上课 他六七月结束那个课程 小学五年级 全天后都是中文的 我们家里也都是中文 到那个美国学校 早上八点开始 全英文课程 对不对 一直到下午三点 五点 所有的课本 全部英文的 没有一个中文字 他每天带回来 在那里 摸一摸年 有时候T怎么写 B怎么写 有时候问你写问题 后来 问他 你都没有讲话 你在这个美国学校 已经三个礼拜 到底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压力 他说没有压力 妈妈说很奇怪 你本来是 所有的课程都是中文的 现在全部 所有的课程都是英文 你没有感觉 一思一好的压力 他说没有啊 听不懂有什么压力啊 所以后来就给他 在学校就看到他的程度 就估他的程度 他程度接近零嘛 所以就给他转到那个 特别辅导班嘛 就他被特别辅导到 差不多半年七个月 他们进步很快 那个小朋友就进步很快嘛 进步很快 后来就每天在写什么文法那些 转天后在那个环境啊 老师在跟他讲啊 下课后再跟他说啊 什么那些 他都跟他讲啊 回家当然 他有什么问题 各位问我 他们很快就跟上了 到了现在 他曾经去 他在那边读了 读了差不多 五六年呢 现在 如果 你请那个五个 美国留学的博士 来做一个简单的演讲 然后请我儿子 做一个简单的演讲 我告诉你我儿子绝对 文法措斥 比他们好得太多了 那个博士 我听他们讲 he跟she 男的女的都搞不清楚 我儿子没有这个问题 他讲一场串 没有文法的问题 而且强调也都是美国英 所以 嗯 从小学习 然后 也有我这个美国基因 可能他的嘴型 本来就适合讲英文的嘛 对不对 我想是啊 他适合讲英文 所以这个 没有问题 他这样可以 那讲来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 我们不要用几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把 我们有那个环境嘛 我们就引进 大量的美国加拿大 或是甚至于南非 这些英文人才 派他们到乡下到每一个地方 然后到处都有英文的那个老师嘛 让那个小孩子 实际上 从生活中可以大量的接触到英文的嘛 我想 三五年台湾到处大家都可以讲英文 我们把这个英文程度提高了嘛 那 英文程度提高也更多 我想应该有更多的公司 是比较愿意 这个投资台湾 我们再把这个 法律体系也比较改成 美国式的那种公正 公开的 客观的 这样的做法 我想 台湾的经济环境也会改善很多嘛 所以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将来的计划 也是基本的出发点 也是配合一点美国精神 但是同时 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保留到台湾人最大的利益 OK 所以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